好了 直播 觀眾看到回收廠裡面拉起了封鎖線 大批警方到場不敢大意 因為貨爆這裡疑似出現了未爆彈 就怕有危險 現場禁止任何人員靠近 位在新北市中和環河西路三段的這間回收廠 在上午10點多 有民眾在整理回收物的時候 發現一枚外觀疑似炮彈的金屬物品嚇得趕快爆案 而回收廠業者32歲的謝信男子表示 這批回收金屬廢鐵是幾天前向民眾收來的 不清楚來源 警方拉起封鎖線 並且通報劍士小隊還有相關單位到場 這枚炮彈長約60公分 寬約14公分 國軍衛爆彈處理小組在中午12點多到場 初步判斷沒有危險性和殺傷力 軍方使用了防爆坦包裹柱 在中午12點半帶回處置 回收廠看到衛爆彈 幸好只是虛精一場 以上是為您教導情形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在中午12點半帶回處理小組 請支持TVBS 開啟小鈴鐺